哈囉主播 各位觀眾持續帶你來關心中台馬娃的最新狀況 目前所在的地方是基隆北海岸這邊非常知名的裝置藝術叫做飛天掃帚 雖然說現場有飄起細雨甚至風很大 但還是有一些遊客趁著平日沒有人的時候來到這邊來遊玩 那也是因為這個颱風今天最接近台灣 所以外圍環流的影響好像是我所在的這個沿海地區風真的超級大 而且風雨也是一陣陣的 我們也訪問到今天還有營業開店的一間飲料店的老闆來聽聽他怎麼說 如果颱風真的有接近的話我們會做防台準備 有哪些 就桌雨 陽傘全部收 該綁的就綁著 好的那麼可以聽到老闆說這一次的颱風其實是風大雨雨 那他也強調說如果未來這個颱風有增長的情況的話 也是會做好相關的防台措施的 好 那氣象局方面他們也認為說 雖然說馬娃是慢速在北上當中 但是這個海景有機會最快在今天晚間就會解除 那稍後如果有進行行 我們都將隨時為你掌握 再把閒盡頭還給彭妮主播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清醒了 你剛剛有沒想到這幾個系統 有在拿到翰風雙的收集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人們的馬上 我又無以後 也不可以看到海景可以 照片 rån 超頒 雖然說 互 這裡 又